哈囉大家好 我是Erika 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二 我們今天要幹嘛 對於約會啊 或是被約出去 或是約別人的一些牽制作業 哇 這個主題好長喔 很長嗎 我剛剛就沒有catch到耶 對於約會還有 簡而言之 男生跟女生對於約會的牽制作業有什麼不同 那你覺得呢 是不是大家都覺得一定要男生主動約 不一定啊 我會主動約人啊 會主動約人嗎 對啊 你哪有啊 你超不愛約人的 呃 馬上就抽破 有些女生會主動約人啊 但我剛好對於任何人我都不主動 所以你覺得不一定要男生主動 不一定啦 對啊 女生如果就是想說 這男生什麼動作這麼慢 你應該也是可以就是想說 欸 我家 我家的熱水清壞了 我不知道要 喔 你就是用暗示型的 欸 我有一部很想看的那種奇怪 怎麼都沒有人陪我看 喔 這時候就是說 你可以約我 對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是女生的約 你記得你第一次約會去哪嗎 西門寧 我今天約會好像在家裡耶 可是沒有幹嘛 怎麼可以隨便讓人家進去你家 尬太離譜了耶 因為我的初戀就是 我們在小學就是蠻好的 我們國中畢業之後又一直在一起 跟我一樣耶 你也是喔 我也是小依依的同學耶 女生通常都會覺得好像 發生關係也就是在一起 我不會啊 喔 你不會嗎 對啊 所以你也是覺得發生關係歸發生關係 發生什麼關係 就是你剛剛想形容的那個 不能發生關係啊 你就是不小心發生 喝醉或者是 沒有喝醉就是 反正就是那個情宿下 那個情宿下 你就喔 好像就該了這樣 但是也不一定就是說 結束之後眼睛睜開然後轉過來 你就變男朋友了也不一定嘛 你那個東西還是要談好的啊 沒有談好就是 那好像不像一般的女生 對 我覺得你問我好像不是很準耶 那你有印象比較深刻的約會嗎 應該是我小的時候某一年的生日 我那時候還很乖很乖 我現在也是還是很乖 可是那時候乖到就是 晚上可能八點 就是天黑不會出門那種乖 突然有人打電話給我 然後叫我下樓 學校一些比較不愛上課的學長姐 衣服會就是被教官叮 欸 那時候沒有叫 學務處族類之類的 對 身教組長 被帶去我以前母校的那個學校的操場 然後我一進去的時候 就看到一個拍成愛心的那個酒精膏 然後就在燒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男主角本人就是拿著一個 我記得是Tivigny的閃戀 國中聖 然後還這樣子幫你戴這樣 她是選什麼情節啊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看到任何電影情節有這個 可是她就是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我就一直瘋狂在電影裡面看到這個情節 我想說 哇 你大家要學她吧 哈哈哈哈哈哈 怕選的餐廳怎麼會加朋友扣分嗎 欸 你這個問我 我就是又期盼 因為我什麼都吃 但是有幾個就是我覺得是不要吃 不要吃火鍋 還不太熟的時候 其實女生會害怕吃火鍋燒烤 因為身上會有味道 不要吃蒜頭 因為嘴巴會有味道 蒜頭 洋蔥 還有一個東西很可怕 奶製品 會很臭 很臭 不要吃需要大扣樣的東西 今天就是我不知道 然後我約了你去 欸 我們弟子約會 然後我們去吃漢堡好不好 你會推掉嗎 我會馬上就是搜尋那間店 有沒有什麼漢堡以外我可以吃到 有可能就是說 啊 可以啊 然後進去挖一份大薯條 不然真的要在男生片子這樣 最好不要挑太過音 我會有負擔 我會覺得 我是在懷你 但是如果她今天不曉得 你就是說 啊 我怕很心靈 但你還是會有負擔 我就是怪女人啊 男生付錢 最好不要 你還沒在一起之前 幹嘛要男生付錢 可是我小時候就是會覺得 我好想要付錢 如果不付錢 女生就會覺得 這個不能付錢 我覺得在一起之後就另當邊 所以在一起之後 或是男女朋友 你覺得可能男生就要付錢 對 看你們的關係的進展 啊 知道你在一起之後 如果你是以結婚為前提交往的話 你們結婚之後 你知道女生生孩子有多辛苦嗎 你知道有多危險嗎 如果有打算要結婚的 對 所以我如果看你的關係嘛 就是說你沒這個打算的話 結婚是我們這個年紀才在調的嘛 看我們影片的弟弟妹妹 他們這樣會有壓力 所以你們就不用 你們現在就是AA制 要不然如果男生請你 你就下次請他 我約會的時候 我都會把行程拍很慢耶 因為我很擔心就是 比如說我們什麼事情做完 然後接下來會不知道幹什麼 欸 其實我覺得 要排滿 你可以排滿 但是不要都做 但是你要先想好 至少有兩個就是方案 如果你講A之後 女生就是沒有男生 你就好像就先要換B了 總之就是男生對於約會 還是比較幸福 會嗎 我覺得會啊 因為男生就是有一個 世俗的壓力在啊 我約人的時候 我也都會想好一套好不好 像你就不太會去約別人啊 因為我知道約人就是要有這個禮貌 所以我不約人 主要是看誰約 對 但是還是很辛苦耶 幹嘛自己硬要扭曲我結了 對於我們影片的一些內容呢 如果有什麼建議 或是你覺得不是這樣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或是你們有什麼想看的主題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我們就會盡量拍給你看好嗎 OK 那希望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聊天我們 你要幫我們留言 幫我們分享出去 拜拜 拜拜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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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